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環境最呈現永續台灣看得見 我是主持人環保聯盟秘書長董建宏 非常高興大家今天能夠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也很高興今天我們邀請到 我們環保聯盟非常重要的分會的隊長 盧敏慧 吳會長 來跟我們分享環境教育法的一些概念 我們知道台灣環境教育法 在99年6月5號經過立法院通過之後 已經實施了相當一段時間了 可是很多人對環境教育法 到底它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以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還有哪些人可以參與 哪些人需要申請來理解 哪些人可以擔任環保環境教育的一些 重要的教學工作 我們其實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到 我們盧會長來跟我們說明 到底環境教育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那麼它的主要的宗旨是什麼 它要規範的對象又是哪些 那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好 我們請盧會長 大家好 提到環境教育法的宗旨 那我們就從環境教育法 總則第一條來說明 這個第一條 其實就已經把它的宗旨講得很清楚了 第一條怎麼說呢 就是 為推動環境教育 促進國民了解個人以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關係 要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 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 尊重生命 促進社會正義 培養環境公民以及環境學習社群 以達永續發展 這個就是環境教育法的精神跟宗旨 那它要規範的對象是誰呢 其實由這個法來看就很清楚了 它是要促進全體國民 那在第四條 第四條其實它也有規範的 在第四條裡面 這個環境教育法的對象 是講全體國民 全體國民以及各類團體事業 政府機構及學校 所以是有包含到全民了 好 那其實老師剛才就說得很清楚 其實環境教育法真正的對象是全體的國民 而且它普及到各類的機關團體 那希望透過一個教育方式去回復人民 或是讓人民更加清楚 我們跟社會跟環境之間的互動的關係 可是這樣子看起來好像一個很大的目標 那一個很廣泛的範圍 我們又要怎麼樣去達到這樣子一個目標跟想像 在做法上應該怎麼處理 那麼為了要達到這一個目標 所以在環境教育法的第十九條 它就有說明 就是政府機關還有公營事業機構 高中職以下的學校 另外政府捐助的一些基金會 它的財務如果捐助超過50%以上的財團法人 這些的所有員工 教師跟學生 每年都要接受4小時以上的環境教育 是用這樣的方法來提升全民的環境素養 那所以其實就是說第十九條 就很清楚的看得到 就是說環境教育其實是全體的機構 就是說我們透過國營事業單位 政府單位還有學校 來去完成環境教育 可是其實我們也大概都可以理解到 就是說這年頭 同學們小朋友們 他們要接受到環境相關的知識訓練 應該滿重複 那政府機構也常常辦很多演講 可是真正在進行污染的污染源 其實可能是公司航號 可能是一般大家的小業主經營者 更有可能是很多秘密代表在後面 就是也不見得是為虎作倉 但是因為他們不瞭解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有一個有效的判斷 那這個時候這種 這個漏洞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協助 就是透過這個法律 我們應該怎麼去處理 其實立法的當時 真的是希望全體國民都來接受 四小時的環境教育 那後來協商的結果 刪來刪去 減來減去 最後變成中小學 高中子以下的學校才要 那其實我們都了解 其實環保做得最好的是小朋友 對 然後是中學生 他們是最認真的 對 然後才是高中生 大學以上就令人頭痛了 所以由這個第十九條來看 真的沒有把最需要環境教育的這一群人放進來 那這個漏洞怎麼辦 前面是屬於講義部分 對於最該接受環境教育的這些成人 這些民意代表 並沒有辦法強制他來做 那不能強制他來做 那麼他要是違反一些規定的話 那會有法則 他要是違反哪些呢 因為其實我們的環境保護 有很多的法令 譬如說廢物清理法 這些 或者是空污法 水污法等 有很多很多的法律 在規範全體國民 那你要是違反這些環境保護的法律 或者是自治條例等 你被處罰停工 被處罰停業 或者是被處罰罰款五千元以上 那這些公司行號的負責人 就要去接受一小時以上 八小時以下的這些環境講習 用這樣子來彌補漏洞 也就是說一旦他在環境行為上有處罰 那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他的環境已經是不夠 所以我們就相對來講 也透過這樣的方式 因為我知道你對所有的東西不了解 所以我就乾脆給你試試環境教育 所以一方面 我不是只是罰你 我還要教你 怎麼樣子做才是合理的 對 好 那麼 對 那這些教育 我在想說 四個小時的環境教育到底要教些什麼東西 要教些什麼 因為 一般來講我們的環境議題實在是非常複雜又多元 那我們怎麼樣子讓就是說 廠商或者是同學們 或者是社會大眾們真正去理解到說 至少要有一些基本的對台灣的環境 或者是環境基本的一些概念 環境保護的基本概念 它的內容為什麼應該有什麼規範呢 其實這裡就有一個漏洞在這裡 這邊寫的是說 每年要接受四小時以上的環境教育 那大家就專落漏洞 那我就四小時 對啊 其實四個小時能講的東西真的有限 四個小時能講的東西實在實在非常非常的有限 那麼關於這四小時的環境教育要怎樣進行 它是有一些規定的 那規定哪些事項可以屬於這個環境教育呢 第一個 第二個你可以辦理這個環境教育課程 那第二個呢 用演講也可以 演講 用討論的方式也可以 用網路學習也可以 體驗也可以 做實驗 做實習也可以 做戶外學習 參訪 還有看電影都算 所以現在去看那個最熱門的看見台灣 其實也是一種 如果選擇的影片像看見台灣 像明天過後等等 這一類那真的會受感動有所改變 那如果選擇的影片不夠理想的話 那有些人在裡面就睡覺 那這四小時很快就過去了 就沒有效果 這個是很可惜的 那麼關於這一些環境保護相關課程 或者是演講等等 都沒有嚴格限制 但是如果你進行的是戶外學習 這一種的環境教育的話 它就規定你要到這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去辦理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那想要請教老師 到底什麼是環境教育設施或是它的場所 它的相關定義或者是它應該是有哪些設備 其實環境教育設施設施設施 就是推動環境教育的空間 場域 裝置 設備等這些 但是它有一些規定 就是說你的這個空間場所等等 你要有這個環境教育的專門人員 專業 專業人員 你要有環境教育的相關課程方案 你還要有這個經營管理的能力 那麼有這些條件配合來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 那麼你的場所是具有豐富的生態 有人文 有自然特色等 這樣的一個空間場域才算是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所以像這些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比方說像我們講一個離台北比較近的 像台大那個把柳光駿打開之後所弄的生態環境 那它就是可以成為一個戶外教學觀摩的場所 對 像剛才你舉的這個柳光駿開駿之後 那一個場所是可以當環境教育的場域 對 但是這些場所啊 很多人也會說我家後面有一個很漂亮的生態池塘 那我可以成為一個教育的場所嗎 這個所謂教育行河它的認證要怎麼樣 因為有的人會覺得說我家也很漂亮 我家也很棒 那為什麼我家不行這樣 其實任何地方只要它有豐富的生態 有特色是可以進行環境教育 那麼你想去哪裡都可以去哪裡 那重點就是剛才說的要有專業的環境教育人員 要有特色等這些 所以呢 你要提出申請 所以申請就是說第一個還是要去申請就是說 專業的環境教育的人員跟經營管理的認識嘛 對 不是只是限於場域還要人力的配合 對 你去申請的時候 然後申請的東西 你是向環保署的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所去提出申請 那提出申請之後呢 先做文件的審查 書面審查這些 那如果有不足的話就會告訴你 你需要補充哪些東西 那如果書面審查都通過之後 在環保署它有成立一個環境教育認證小組 這個環境教育認證小組 它由25個委員構成 那其中有7個就是外聘的委員 那麼這些委員組成一個認證小組 然後你提出申請 再由這個環訊所 他排委員去做認證 先做初審 然後再副審等這些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就可以上網去查 就是有關於環境教育認證的一個過程 然後在環保署裡面 那麼申請這個過程裡面 那些有一些認證的資料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請老師 也簡單跟我們說明一下 需要認證的有三種 第一個是環境教育人員 剛才提到的環境教育專業人員 第二個 你要辦理環境教育的設施場所 剛才提到的這個空間場域等這些 那第三個就是你要辦理環境教育講習 環境教育人員訓練的這些機構 你要提出申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要申請環境教育場所 設施場所 他要具備哪些文件 那第一個申請書是一定有的 是 那你提出申請的那個場所 那個場所所有權 土地是屬於誰的 那個場所是屬於誰的 那個他需要是合法的 那麼另外呢 另外還有這些場所 他如果是營業的場所的話 那也要有營業登記等等 也就是說都必須受法律 現在法律的規範 然後才能提出申請 那總共申請的項目蠻多的 總共有10項 那這些資料其實在環保署的網站 都可以找得到 好 那相關於這些資料 環境的狀況之下 那其實我們我想 一般人最在乎的應該就是說 那誰來教我們 那這些人為什麼他們有這個資格 可以來跟大家上課討論 就是說 是一定是學校的老師嗎 還是說 其實是有一些專業的訓練 其實因為我們也很清楚嘛 不是老師們也不見得 每件事情都懂啊 那甚至很多老師自己本身 對環境議題的認識 也不是很清楚 那是不是請盧會長 跟我們做更多的說明 就是說 到底是哪些人 能夠稱之為環境教育的專業人員 那我們中央又是怎麼樣子 去認定這些人 其實這幾年台灣的這個環保 真的提升蠻多的 那尤其是環保志工 或者是環境解說 這些最近幾年蓬勃發展 那這些志工或是這些解說員 他們非常的熱心在守護我們的環境 也想要把他們的理念告訴大家 那他們的環境素養是不是夠 他的環境知識是不是正確 過去都沒有人把關 那現在這個環境教育法呢 就是要做罷關的動作 所以這個環境教育法裡面就有規定 你要做這個環境教育的人員的話 你要提出申請 那提出申請之後再經過認證 認證通過就成為環境教育人員 那環境教育人員大概有哪些類別或者是狀態 環境教育人員他們的工作可以分成兩項 一項是行政方面一項是教學方面 所以他們提出認證的時候他可以勾選 他要擔任行政人員的專業人員 或者是教學的專業人員 或者是他要擔任兩種他自己勾選 那勾選之後再由委員加以認證這樣子 那教學人員我們一般比較清楚 他大概就是在進行環境上面的解說教學之類 那行政人員的工作或者是這兩者的區別在哪裡 行政人員他是做規劃的工作 整體的經營管理的工作 例如以這個協會來說 或者是社區發展協會 他都有在做資源回收DIY 他有做這些 那過去就是做而已 但是他們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企劃出來 那這些就是屬於行政方面 那如果說如果他對於這一類比較有興趣的話 那他就可以去勾選行政人員 通常行政人員可能就是理事長 還有總幹事之類的 那教學人員就是負責整個環境的教學跟解說嗎 對 一般的話 教學人員 解說員大概就是屬於這個 那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看到法令上面有一些規範 他比方說規定就是所謂的環境教育機構 那我們比較不懂的就是說環境教育機構 所以是學校囉 還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可以 任何一個協會或單位或組織 他也可以稱為環境教育機構 因為如果環境教育機構只是學校的話 那好像很多單位都不太能夠進行了 是不是這樣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跟環境教育機構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就容易懂了 譬如說我們到動物園去 或者是到這個關渡 關渡叫做自然公園 這樣子的話 你是一群人去 然後去那邊會有解說員 來告訴你整個的情況 那那裡就是屬於這個設施場所 那環境教育機構做什麼呢 譬如說有一些人 他想要當環境教育人員 那他要經過一個訓練 那誰給他訓練呢 就是環境教育機構 是這樣子的 那或者剛才有提到 要是違規的一些廠商負責人 他們要接受講習 那誰給他講習呢 就是環境教育機構 是這樣子的 所以環境教育機構基本上就是 他是在辦理講習的一個單位 對 那跟我們剛才提到的說 可以去參訪的那些基地是 就是不一樣 不一樣 對 那麼我們把它講清楚一點 所謂這個環境教育機構呢 他是經由中央主管機關認證的 中央主管機關主要是講環保署 他認證通過的 那麼通過之後 這個環境教育機構 他可以辦理 剛才主持人你有說的 就是辦理這個環境教育人員的訓練 以及環境教育講習 所以如果你是公家機構 或者是學校 或者是事業單位團體 你可以提出申請 OK 所以就是說如果 比方說我們今天講 大型的企業像台積電 他自己覺得說他需要 有一個好的環境教育 讓他的員工有一些 那他自己也應該要去申請相關的 就是有透過一些規劃設計之後 然後要看環保署同不同意 他內部可以去進行這樣子的教育 是不是 剛才你提到的台積電 他對自己員工的訓練 而去提出這個環境教育機構認證 好像不太需要 他可以委外 他可以到外面去找 通過認證的這些環境教育機構 所以比較像一般的研究單位 或者是學會 對 那所以這個資格到底是哪些 是不是可以進一步 他的資格可以分成三種 一種是政府機構 那麼如果已經 本來就有這個設置 專業人員訓練或研究單位的 這些政府機關 政府機構 他就可以辦 例如環保署 例如各地環保局 他本來就有 本來就有這些 設置專業人員的訓練 或者是研究單位 那第二種就是大專院校 但是大專院校 它裡面要是設有環境教育相關的系所 例如台師大 它有環境教育研究所 那只要有環境相關的系所 就可以提出申請 那麼或者是辦理相關的訓練 有關環境教育的相關訓練 這樣子的大學或者是獨立學院等 可以提出申請 那麼第三種 第三種就是像環保聯盟 主婦聯盟或者是荒野保護協會等等 那這些他們有辦理相關 環境相關的訓練 環境相關的研習課程 一年累積80小時以上 這些有立案的法人就可以 那其實這裡有幾個 可能大家比較有質疑或者是爭議的問題 就是說也不是爭議 大家比較覺得想要進一步討論 有環境相關科系的系所或院校 那我不知道環工系這一類的 就是說大家其實覺得它是比較工程類的 它也會被視為是 就是說可以舉辦環境教育的 或者說我們常常在大學裡面看到就是說 很多環境設計相關的科系 好像都計、景觀 那他們能夠被視為嗎 還是說它有一套認證的模式 好 其實現在在大專院校 真正有環境教育課程的系所 現在全台灣只剩台師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它有環境教育研究所 那其他的大學呢 他們有只是相關科系 而沒有完整的名稱稱環境教育 那您剛才提到的 那環境工程可不可以 環境景觀相關科系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都可以 但是雖然說都可以 但是它開的課程 就要導正到跟環境教育相關的課程 所以課程內容是有嚴格的規定 所以還是要去看環保署的一些規範 然後根據那些規範 課程上面做一些調整 對 那所以要怎麼樣去做檢證呢 你要做認證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要提出申請 那第一個申請表格 你要去下載 然後照它的要求去填寫 那麼第二個就是你要準備相關的證明文件 以申請書來說 如果一個學校 譬如中央大學 它已經申請通過了 那它提出申請的時候 它的申請書 它是以中央大學名義去申請 那你要準備什麼呢 就是學校的成立的這個政長 然後校長 校長的現在的校長是誰 證明文件 那另外呢 中央大學裡面 它要申請這個機構認證的話 中央大學裡面至少要有一個環境教育的專業人員 那這邊所謂的環境教育專業人員 就是通過認證環保署認證的環境教育人員 這些都要準備 那另外呢 就是你要開什麼課程 預定開辦的課程 那這個預定開辦課程 在環保署的環境教育機構認證 它有規定 照那些規定 你去看你的學校特色是什麼 你的專長是什麼 那你去申請你能夠開的相關課程 那麼當然要有這個合格的授課老師 那你授課章節大綱等都要寫得很清楚 那麼最重要的就是訓練場所的所有權 也就是剛才舉的中央大學 那中央大學你要辦理訓練的教室 那個教室的使用權安全性等等 這些都要 那還有你的學校整個對於環境教育的經營管理的計畫書 都要寫清楚 所以這是一套完整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執行 其實就是跟一般的我們的教育機構是一樣的 它必須要明確的經營計畫 跟場地的所有權 然後跟教學的內容 這樣子我們才會允許它去 政府才會允許它去進行環境相關的教育 沒錯 所以政府其實有一定程度的把關 不是說大家說我要做的就是這樣 是 它有法官的一個機制存在 那是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實施了大概也兩年了 兩年半了 對啊 差不多 那是不是想請教盧會長就是說 那到底目前我們實施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那到底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或者是說這個發展是什麼樣子 是不是請盧老師跟我們說明 為了達到這個全民的環境教育 所以它要辦理三種的認證 那第一個就是剛才提到的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那麼環境教育人員的認證 目前是已經通過認證的有1927人 這兩年多來通過認證的有這些 那麼環境教育人員的認證的方法 其實有很多種 第一個你可以以學歷來申請 所謂以學歷就是像台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畢業的學生 他可以以學歷 那麼如果不是環境教育相關系所的話 他可以以經歷 以經歷來提出申請 譬如他是環工 他是相關系所 那麼他環工畢業 然後他又做了哪些環境教育相關的事情 那或者他不是環境教育相關系所 但是他一直在做環境解說 那你環境解說做了幾年 那麼講了哪些場次 那內容是什麼 你把那些收集起來 那這個可以是以經歷來申請 那另外一種是專長 以專長來申請 比如說有人他對於這個水污染 他特別有研究 那這一方面的專長 這一方面可以算是專長 那你要證明你有這一類的專長 你來提出申請 那另外呢 用建舉的方式 有些人他學歷不符 精力也不夠 他也 他有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對台灣環境貢獻很大 那麼他自己不去申請 那麼其他的人呢 可以根據他過去的優良表現 然後提出推薦 這就是用建舉的方式 那有些呢 你可以提出考試 你願意用考試的方法來認證 那或者是以所受的訓練 這裡所受的訓練 就是剛才提到的環境教育機構 可以辦理訓練 那對於要提出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的訓練呢 你這個機構要辦理120小時的訓練 那這120小時要上什麼課 那要照環保署這個環境教育法的規定去做 所以取得認證的過程其實是還蠻辛苦的啦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是很認真上課 其實120小時真的倒是可以學蠻多東西的 對 那這是人員認證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來討論剛才第二個 就是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情形 現在已經通過認證的場所大概有75個 這是到今年11月 11月截止的統計是75個 你認為很多還是很少 應該普通而已吧 不會大概很多 台灣那麼大75個好像就是很一般而已 應該算很少 對啊 很少 那這75個裡面 公家單位佔55個 民間單位20個 是這樣子 所以公家機關還是壟斷的比較多數的環境教育的資源 不能說壟斷 應該是政府希望全民環境教育環境素養提升 所以有很多公家單位在辦理環境教育 那它本來就有比較好的資源 所以它也配合政策早一點提出申請 是是是 是這樣子 這55個這個公家單位裡面 像國家公園都通過了 都提出申請通過了 那第二個像林務局的這個環境教育中心 自然教育中心 有8個也都提出申請 而且都通過了 那像這個動物園 木柵動物園 還有關度自然公園 這些也都提出申請 是 所以公家單位 因為它本來就在做 而且配合政策 所以就比較多提出申請 那民間單位提出申請就比較少 那通過的更少 目前民間單位通過的有20個 那我把它統計了一下 以這個社區發展協會來看的話 包括這個促進會 促進協會 通過的有9個 那麼很多休閒農場 有機農場 度假村 遊樂園 度假園區 其實也可以提出申請 目前通過的有8個 那麼以文化會館或是博物館 這個像在台南有一所小學 它有黃金蝙蝠博物館 它也提出申請 也通過了 那藝術村 有一個民間單位 它是白屋藝術村 它提出申請也通過的 那這裡面呢 休閒農場 像阿里棒 在淡水阿里棒的一個有機農場 它提出申請通過 遊樂園 像在烏來 雲仙樂園 它也提出申請也通過 那我小時候就去過了 這是設施場所認證的情況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來看看環境教育機構 機構認證的辦理情形 那麼已經通過認證的有15個 15個 那這15個剛才我們說有三類對不對 那第一類是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提出申請的不多 只有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這是政府機關 那第二類是大專院校 這15個裡面 大專院校提出申請的有13個 提出申請很多 通過的有13個 是這樣子 那民間單位提出申請的只有一個 財團法人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簡稱產機會 民間單位只有它提出申請 那相對起來 這個通過機構認證的 跟這個設施場所比起來 就少很多 真的比較少了 那我們剛剛看到那些機構 很多是教育團體 那這個其實一般我們覺得說 比較好的環境教育的機構 或者是設施單位 其實好像是比較自然的環境的 都不太容易申請到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也請陸老師 陸會長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就以這個環境教育機構來探討 到底遇到什麼困難 到底有什麼問題 其實台灣優秀的 優良的民間單位很多 比如大家公認的台灣環保聯盟 或者是荒野保護基金會 或者是主護聯盟 這些真的都是很不錯 但是這些 目前這些都沒有人提出申請 剛才提到這三個 他們沒有提出申請 其實他們都符合資格 因為這麼多年來 他們每年辦理的環境教育相關訓練 或研習課程 早就超過每年80小時 資格都是符合的 但是為什麼不提出申請 因為有一個受限條件 也就是說 你提出機構認證的話 那你這個機構 要有自己的訓練場所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教室的意思 那如果你沒有教室的話 你要去租 但是現在一些民間單位 真的是苦哈哈 像我們環盟的辦公室就很小 我們還去租的話 這財務率也負擔不起 對 很多的這些民間單位 他們協會的會址 像環盟的會址 都是很辛苦的 有的是去租作為一個辦公室 那麼再去租一個教室 來做這個訓練場所的話 真的是負擔不起 所以這個是限制條件 就是因為這樣子 大部分的這些協會或者是聯盟等 都沒有自己的教室 NGO都比較窮 比較可憐 對 可以簡單這麼說 那麼我們來看看 你要是提出這個機構認證的話 你的硬體規劃設計場域的部分 你要包含哪些 你要有一個教室 一定的面積 對 有一個教室場所的意思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這個教室的話 它還有很多規定 像剛才講到的那個產機會 它有通過 其實產機會本身它就像 簡單說像補習班 文教補習班 是 是 所以它的安全措施各方面都比較完整 對 它有自己的教室 然後它要有第一個使用執照 這個大家會有 但是消防安全檢查每年要做 消防檢查 防火檢查 電力安全檢查 這些全部都要符合 那剛才提到的NGO 大部分都是以 有時候就是租一個民房 或者是會長把自己的住家提供出來 是屬於住家類型的 那這種消防安全防火檢查 電力安全檢查 不會每年去做 所以這一項可能就不通過了 那另外經營管理的計畫 這個對於一般NGO來說 這個是強項 他們都會有良好的經營管理的經驗跟能力 也會有短中長期的目標 這些都會有 那財務管理又是比較弱 對 因為NGO基本上 連募款都是一個問題了 對 所以我們當然很難有一個完整的財務狀況 所以這個財務的計畫 又是比較弱點 第三個就是經營管理的專業人員的能力 那這一部分呢 除了剛才說的環境教育專業人員 你去認證 其實這一方面 我們NGO這個是屬於強項 你只要去提出申請 去參加認證的過程 基本上都會取得資格 那麼另外呢 除了剛才講的環境教育專業人員之外 其實對於這個機構本身 它的行政管理財務會計 還有運用人力資源等這些 這也是很需要的 那基本上如果這些都符合規定的話 那麼提出機構認證 對NGO來說應該也是有機會的 好我想今天很榮幸我們請到的 那個盧敏惠盧老師盧會長來跟我們分享 環境教育法這個概念 環境教育法其實是台灣在整個推動環境 跟環保運動過程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基本法的草案 我們透過這樣子一個案的 法案的通過跟實質上的推動 其實我們看到了台灣社會 應該要能夠逐步去轉變 我們對於我們生態環境的認識跟發展 不過就是說其實也 剛才老師也都有點出來幾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環境法 環境教育法的實施 它其實需要是場域 需要的是足夠的NGO的團體的參與 甚至是專業人員的訓練 那是不是在最後再請老師再跟我們 就是說總結一下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持續的要推動 老師覺得說最重要的其實是哪幾件事情是 我們應該要持續去運作的 或者說最關鍵的議題是哪些這樣 以這個環境教育機構來說 現在很多優良的這些NGO沒有提出申請 那剛才分析的重點就是缺少自己的教室 那缺少自己的教室你去買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用租用的方式 或者是用合作的方式 那這個議題可能就可以解決 那我就看到我們環蒙 常常跟對面的大華還是南華高中 對 南華高中 那個南華高中 它本身呢 它是一個學校 那它的建物是合法的 那它的消防防火電力等這些 它每年都固定要做安檢 因為這是學校補習班 或是營業場所 它原來的法律規定要做 它本來就有做 那我們沒有很大的財力 去租長期的一個教室 但是我們可以去跟它協商 用這種合作的方式 我們需要用的時候才去使用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解套的辦法 是 所以其實我想 台灣環保聯盟 跟台灣的很多環境NGO 其實都非常願意去參與 整個環境教育的過程 那麼老師剛剛也提到了 我們其實不罰專業的人員 其實是空間跟法規上面的一些規範 還有我們的資金上面 那一樣再次的感謝大家 收看我們環境最前線 有去台灣看得見 也希望透過這一集 我們特別邀請盧米惠老師 來跟我們討論環境教育 希望帶動更多的人參與環境教育 去推動台灣的環境教育 讓我們不是僅僅只能夠透過影片 去看見台灣 我們能夠透過 實質的參與跟環境的 教學基地的參與跟觀摩 我們真的去改變台灣 讓台灣更好 我們再次感謝盧米惠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